当地时间26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 联合一全球倡议高级别会议 彭丽媛发表致辞表示 教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 对实现国家发展 人民幸福 父女和女童 中国的春累计划 帮助了300多万女童重返学校 教育要倡导公平公正 要采取更多倾斜性政策 加大对发展中国家 及贫困地区教育投入 教育要面向青年 在教授知识和技能的同时 更要注重培育道德和品质 组织结合并和艾滋病防治 亲善大使彭丽媛 应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邀请 在纽约出席联合国每个妇女 潘基文在会上宣布 启动联合国妇女儿童和青少年健康 是对人类未来最重要的投入 这些年来 通过同政府和社会力量协作 中国的妨碍宣传员和社会著名人方筹资 为艾滋孤儿开办学校 举办夏令营活动 提供精神疫苗 他们多次走进中国高校 鼓励青年学生加强防范意识 为防止艾滋病营造良好性 好